嗨大家好 真的时隔一年多的读者分析又来了 之前这个栏目很久没有更新了 因为感觉好像每次拍看的人都不多 那大家如果想要保留这个栏目的话 请扣一一告诉我吧 那今天呢就先拍一期 给大家一些参考 今天投稿的三位姐妹哦 有少女脸 有野生流纹 还有大五官顿感长相 风格都很不一样 让人印象很深刻 那我们一次来看一下哦 第一位投稿的是 长相很显小的妹妹QB 她问的是发型问题 她说刚见面的人会把她当作高中生 评价呢是比较秀气文艺 她的脸型是瓜子脸 线条比较流畅 下颌窄 五官方面哦 眼鼻唇都以圆线条为主 是暖风格 但气质有些淡薄 QB的底子已经很好了 长相比较幼泰嫌嫩 但她嘴角有点轻微下垂 就是无表情的时候 看起来有点淡淡的不开心 增加了一丝冷感 然后身材方面成熟度也很低 165 92斤 是很纤细轻盈的小骨架身材 QB的外形条件呢 甜美可爱风明亮少女风 都是很适合的 她投稿的问题是发型 感觉大家好像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 她说目前在由于要不要再留长发 已经短发一年了 那她这种细软发质的话 长直发确实会显得太过服贴垂顺 显得没精神 然后烫发的话呢 她这样子的窄尖小骨架 又会容易显得头重脚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体积 相对没那么大的短发 QB的肩颈很好看哦 脖子细长 锁骨分明 下半张脸脸型线条也很小巧 短发呢也正好能够发挥优势 增强辨识度 像张寒韵这样脖子不算很长 脸型也更圆的话呢 就更适合长发了 那她具体适合什么样的短发呢 接下来我们就从层次 卷度 刘海这三方面 有条理的来分析一下 她现在头发可以看出是有打薄修层次的 所以发梢呢会这样有点内扣 看起来就比较乖巧学生气 这样的层次感 短发其实是偏少年感言细的 但是QB的这个鼻子唇栽感比较强 风格呢又偏暖 其实不太适合这种完全清淡的延细路线 暖风格女生留短发的话呢 更适合气质甜美温柔的 顿线条发尾 而且QB的下颌很窄 也不用担心显笨重 那我们再来看看 直发还是卷发 这里也更建议有一定 蓬松度和卷度的短发 不要太利落 像右边这张把头发打散一点 就很好看 然后下半张脸蛋的鼻子唇栽感 已经比较强了 那就不适合再用刘海减少留白 光秃秃的话呢 就是又显得有点死板 那你就可以用八字刘海有弧度 来修饰一下 记忆好看 就不会放大鼻子 好了 来看第二位女生 问的是穿搭 大齐 大家有没有觉得她神似谁 可以弹幕说出答案 她是方脸 下额骨存在感强 五官里呢 眼睛肩线条明显 薄唇是冷风格 更难得的是身高也是模特级别 179 体重130 肩宽42 斜码也42 那拥有这么独特亮眼的外形条件 大齐却说 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风格 平时衣橱里都是各种 卫衣短袖 穿衣服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和刘文这么像 那可以模仿刘文呀 那其实你多看几张照片 就会发现 大齐的条件和刘文 还是有区别的 刘文是明显的扁身 骨骼给人特别精干利落 但大齐呢 虽然很瘦 但还可以看出四肢线条 是有一定肉感的身材 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冷感 另外它笑起来 气质也比较温暖亲切 就中和的脸型和单眼皮 带来的距离感 那它适合什么风格呢 大家先看它的日常穿搭照 真的太浪费条件了 就单品的款式 颜色都太基础 看起来比较划淡单调 不容易有个人特色 冷暖之间 然后大骨架 再结合大齐洒爽 又稳重的气质 酷感大姐姐风 就非常适合它 没那么温柔甜美 也不像纯欧美风那样 气场凌厉 在利落和亲切中间 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可以多选线条利落的单品 像衬衫啊夹克 用黑白棕等中性色 作为基础 想更亮眼的话 可以搭配蓝色绿色 这类清新不甜腻的颜色 大齐还有个困惑的问题 是很喜欢穿卫衣和T恤 要怎么搭配才好看呢 那其实休闲风 也可以穿的酷感又时髦的 就是你多注意 搭配的这个细节 穿搭水平就能提升不少了 首先就是选这个 休闲风单品的时候呢 运动感不要太重 尽量选简洁大气 或者繁星和利落的款式 这样时髦感就更强 不是周围我真的要去运动了 然后夏天的T恤 不一定是这种 非常常见的圆领宽松T 有点小设计 或者面料特殊的话 就能给人一种 简单又很会穿的感觉 如果有了一件休闲风的单品 那其他地方就保持利落 另外包包也可以选皮质的 最后呢还可以用 简单的金属配置 来给日常的这种休闲风 穿搭画龙扁金 接下来是最后一位呢 读者大臣 问的也是穿搭 她的长相是典型的 大五官顿感的 然后脸型是 额蛋偏离形脸 眉眼距离近 人中偏长 五官整体呢 亮感大 鼻唇顿感 较强 是暖风格 她的烦恼就是 找不准自己的穿搭风格 觉得好像适合 偏那种清休闲大姐姐风啊 人间富贵花风 但是内心更喜欢 酷感大姐姐的风格 所以现在就是 不会买衣服了 那大臣的五官条件 其实都是比较圆顿的 特别是鼻唇 缺少清休闲大姐姐 酷感大姐风格的 那种利落冷感 我们可以和 之前投稿的读者齐 对比一下 还是挺明显的 那她身高啊 有168 是大股价 原身骨盒也偏粗 整个人呢 给人气质是 这种偏温柔 稳重类型的 以后年龄成熟一点 可以走职场 温柔干脸风 那目前呢 就是知性优雅风 会更适合一点 那怎样让穿搭 更有亮点呢 她说自己现在是 很普通 很休闲的这种学生装 没有亮点哦 就感觉优势 其实有亮点 并不需要多花哨时髦 就是适合自己 然后风格统一 就可以很好看了 大臣目前的问题 就是穿衣休闲感太重 不仅发挥不出 想要的酷感 还容易显状 更适合她的是 明度饱和度适中的彩色 刚好能够发挥 她的明艳感 然后鞋包 最好能统一风格 还有就是 发型可以在打理的 更自然一点 现在的中风贴头皮 容易老七 那你换成侧风 或者有一点刘海 会好很多 然后大臣还说 自己一直以来 还是穿裤子比较多 还挺想穿连衣裙的 那怎么选呢 她的风格 其实还是蛮适合穿裙子 但之前的风格 要么就是风格跑偏了 要么就款式太沉闷 那比起活泼的短裙 长度 能够盖住膝盖的中长裙 更能衬托出 她温柔知性的气质 而且她个子高 也不用担心显矮 另外就是要避开 这种材质很硬的 这种裙子 会容易产生老气感 然后材质柔软 线条清晰 才是适合 暖风格女生的选款手则 那如果你还想 适当增加一些年轻活泼感 可以选格纹 或者亮感中等 但是颜色对比不强烈的 印花款 这样呢 既符合她的五官气质 就不会让风格太强烈 好了 那本期读者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到 风格我们不仅要看外形条件 还考虑向我们的年龄 身份 穿习惯 适合自己 且穿的自在是最重要的 那喜欢的话 记得三脸 如果护身高的话 我将来再继续多做几期 拜拜 拜拜